无愧的工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你的弟兄 你的朋友叶光明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无愧的工人这个节目 从前两次节目时间开始 我们探讨一个题目 就是神话语的全能 今天我们还是继续的 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书 能够像圣经那样的 那虽然它是由四十多个不同的作者执笔 又分别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文化当中 记录了大概是从人类自人类以来 这么这么长的一段的历史吧 可是圣经仍然是连贯一致的 在66卷书当中 也就是说整本新军圣经66卷 我们看见有三个很鲜明的主题 第一是耶稣 介绍耶稣本人和他到世上来的目的 第二是约的关系 也就是一个盟约的关系 是神渴望与人建立的 第三是神的国度 是神借着他所拣选的人 在地上建立他的国 这三个主题 是每一个研读圣经的人都必然注意到的 他们由不同的文章 体材 编写而成 有历史记载 有诗歌 有预言 有比喻 有传记等等 圣经的连贯一致 向我们见证了他的本源和作者 就是神自己 是神借着他的灵 启示了不同的作者 叫他们写下神的话语来 天皇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节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督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义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那既然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所以圣经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了 这权威不但是有圣灵的印证 同时也有耶稣一生所做的见证 耶稣这一生 从降生一直到他死去复活 都是依照和跟着圣经的预言 而一依应验的 他的一生啊 完全准确的应用了 旧约对旧主弥赛亚的预言 好 我们曾经看到了那些 领受神话语 相信并且遵从的人 他们所得到的结果 那上次我们讲了四样了 那讲了四样 那就是神的话 使接受圣经的人产生信心 神的话是新生命的种子 神的话是我们灵命所需要的养分 和神的话可以使我们得到真正的智慧 那现在我们要再多看三样结果了 那就是神的话在信而接受的人身上所产生的 第一就是使他们得胜 第二是使他们成圣 第三是让他们透过神的话能够认识自我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样吧 我说的是今天的第一样啊 也就是第三个果效了 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使我们战胜罪恶和撒旦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九节 世人大卫这么说 少年人用什么捷径他的行为呢 是要遵行你的话 少年人可不可能过一个清洁存全的生活呢 那特别在今天这样的世代当中啊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呢都会摇头说了 哎不行啊不行啊 但是神的话可以神的话 他说可以 如果你留意他的话 诗篇一十呃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第十和十一节 大卫说 我一心寻求了你 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那曾经有人说啊 要不是圣经阻止你去犯罪的话 那就是罪拦住了你去接受圣经 这句话确实是治理名言呢 那之前呢我也曾经看过耶稣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 他怎么样一次又一次的引用圣经的话语 来作为抵御党撒旦的武器 结果他得胜了 耶稣战胜撒旦是因为他用了神的话语 这个秘诀 我们要一生的记取啊 福音书很详细的记载了耶稣每一次和撒旦的对话 而每一句耶稣所引用的都是旧约圣经里头的经文呢 耶稣他活用了圣灵的宝剑 那就是神的话语 去战胜了撒旦的试探 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十四节 有一句总结的话 那经文这么说的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这一节经文说 说明了耶稣是战胜了撒旦凯旋而归的 好 第六 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洁净和成圣的功效 我们现在来看看以佛所述吧 看第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 经文这么说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耶稣是教会的元首 是教会的主 他用自己的宝血 买赎教会 因此他所期望的呢 是教会能够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 所以他用水借着道来洁净我们 使我们能够达到他所要求的存权 神的道是洁净的水 能够洗净我们里头一切的污秽 不洁 那这就包括了我们的心思 意念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行为 各方面都可以靠着神的话语 得到洁净的 当我们借着神的道 得蒙洁净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献给基督 就如心腹洁净和装饰好自己 献给他所爱的新郎那样了 那最后就是我所要讲的第三样 也就是第七个果效 这就包括了上次讲的果效 今天这个是第七个 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功效 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的 让我们可以看清楚自己本来的面目 好 我们来看看雅各书的第一章 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圣经这么说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人 就好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 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 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蒙福 你看啊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是对着一面镜子了 这不是一面很普通的镜子了 只照我们的外貌 它所照出来的是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本相 圣经能够告诉我们自己的样貌 是怎么样的 雅各就说了 如果你照镜子 看见自己的衣冠不整 头发蓬乱 脸上有污点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呢 你一定不会就此掉头 不顾而去的吧 镜子指出了我们的污秽 凝乱 我们就要设法 去把它整理好 去清洁梳洗 去料理一下咯 直到清洁完美为止啊 神的话的功效就是这样的 他指出了我们性格上的污点 灵魂里的不解 思想上的错误 行为上的偏差 等等等等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是看到之后就忘掉了吗 今天好多人呢 就是这样的 读了圣经之后 生命丝毫没有得到改变呢 虽然圣经照出了他的本相 但是他们仍然不去理会呀 这样的人呢 圣经对他们是毫无益处的 但是如果我们接受圣经的指证 又顺服圣经的教训 那么就好像上面所说的 神的话必然能够竭尽我们 使我们成圣的 圣经对我们生命的第七个功效 那我们已经分别看过了 也许我们简单的来 把它重温一下 第一 神的话能够使我们产生信心 第二 神的话是我们新生命的种子 第三 神的话是我们灵命所需要的养分 第四 神的话能够使我们得到真正的智慧 第五 神的话能够使我们得胜撒旦和罪恶 第六 神的话能够洁净我们 使我们成圣 第七 神的话是一面镜子 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本来的面目 好 我再重复一下这个主题 一开始的时候啊 我所跟你分享过的话 你爱神不可能过于爱神的话语 我再说一遍 你爱神不可能过于爱神的话语 什么意思呢 那就说我们不可能说爱神 却不爱神的话语 而且我们对神的爱 不可能多于我们对神话语的爱呀 我们必须爱神的话语 才可以说我们是爱神的 诗人大卫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九十七节那说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的思想 在同一篇诗的第一百四十七节和一百四十八节 大卫又说 我趁天还未亮 我仰望了你的言语 我趁夜更未患 将眼睁开 为要思想你的话语 那弟兄姊妹 你有大卫这样的心吗 爱慕神的话语吗 那么你今天对神的话语 所持有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你把每一天花在娱乐节目上的时间 和看圣经的时间相比一下 哪一样所用的时间更多一些呢 那我真是盼望 你要把握现在的机会 多读圣经 多亲近神了 那接着下来 我们要继续来思想 利好根基这样的一个话题了 刚才我们讲到神话语的全能了 我们看见圣灵就是圣经的作者 圣灵是神 因此他所写的书是绝对无误的 也就是说没有错误的 而且是神的灵 从开始到结束 每一字一句都是绝对的可靠的 耶稣自己也是一直的承认和强调圣经的权威的 那么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来思想有关圣经的教义基础了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圣经的教义也有它的基础呢 但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六章 就会看见神的话语很清楚的说啊 某些教义在圣经整本的 可以说整体的真理上啊 是作为基础的 他特别提到六个方面的教义 是关于圣经教义的基础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希伯来书的第六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记载吧 圣经这样说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 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那懊悔死刑 信靠神 各样洗礼 按手之礼 死人复活 以及永远审判 各等教训 谁若许我们 我们必如此行 好了 这个地方有两个有关联的思想 那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 第一 我们必须立下正确的根基 这是第一点 我们必须立下正确的根基 第二 当我们立好正确的根基之后 必不再继续的停留在那里了 也没有需要再立其他的根基了 因为一旦我们立好了根基之后 就可以在上面建造了 建立基督徒的品格和我们的生命 然而我们如果还没有立好这个根基 就断不能完成整个的建造了 经文的头一节就说 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可是第三节就说了 神若许我们 我们必如此行 我们就会问了 难道神会不允许我们吧 让我们从实际的建筑过程当中 去了解这个问题好不好 那比方说吧 你想在某个城市里头建造一座大楼 第一步你要做的 那就是由建筑师首先设计一幅图 然后交给当地的有关部门去批准 经过批准之后 才可以交给承建商 开始建筑工作了 而在建筑的过程当中 也是要一步一步的 先要打好地基 地基稳固之后 才可以在上面去兴建吗 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在教义上 在圣经的真道上 不是先有好的根基 神不能让我们在上面建造的 因此教义的基础是十分重要的 不少的基督徒 虽然听过许多的道理 甚至可以引经据典的讲圣经啊 然而他们却从来没有立好根基 结果他们不能有一个完美的基督徒生命 这些没有根基的信徒 往往是在缺乏挣扎之中 不能肯定自己所信的 而且很容易产生疑惑或者焦虑啊 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打好 属灵生命的基础 所以不能够完成上面的建造了 好 我们再来看看西伯来书这段经文 第一节讲到根基的时候 作者特别列出了六个教义 那就是懊悔死刑 信靠神 洗礼 按手之礼 死人复活 和永远审判 那因此在立好根基这个题目当中 那之后呢 我们还要再谈论的啊 那就是有系统的按照次序来思想 这六个基础的教义 第一就是懊悔死刑 懊悔死刑 什么是死刑呢 简单来说 一切不是出于信靠 和顺服神而产生的行为 都是死刑 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 如果要得到神的悦呢 都必须基于信心 那就是说 只有出于信心的行为 才能蒙神悦呢 因此 凡不基于信心的行为 统统都是死刑 这不一定是止罪呀 可能是一些宗教的活动呢 但因为其中没有信心 所以就没有生命 那就是死刑 我们必须要悔改 从死刑当中 悔转来归向神啊 那刚才我们谈过了 什么是死刑了 现在我想稍微解释一下 懊悔 或者说悔改的意思 悔改是新月圣经当中 最重要的教义 然而也是教会当中 最被忽略的 很多基督徒发生问题啊 出了什么毛病 原因是他们不明白 悔改的教义 也没有将这个教导 应用在他们自己的身上 要是他们能够解决 悔改的问题 那么最少有一半的问题 可以自动的消失的 那今天大部分基督徒 最主要的难题啊 那就是他们不肯悔改 不肯照着圣经所讲的 去悔改 有一件很实在的事 那就是当你 越注视自己的问题 越在问题上挣扎的时候 你就越受他的困扰 你必须跳出这些问题之外 才能够得到解决的 许许多多的问题 就像监牢一样的 把我们求助在里头 我们越注视自己的问题 就等于越把这个监牢的墙壁 加厚加高了 于是我们就成为了 这些问题的奴仆了 除非我们把注视力 转移到别的事情上 那圣经说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着的 我们是为神的国而活 我们信徒是渴望神的国在地上得以建立的 当我们以神的旨意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那我们就会看见问题不再是高山那样的可怕巨大了 悔改这个词 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要改变心思 改变心思 那因此 悔改基本上是指一个决定了 是意志上的 而不是情感上的 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感觉上 在情绪上表现得很激动 很懊悔自己的罪 但这可能啊 仍然不是真正的悔改 曾经有一个牧师啊 他很有口才 也很有说服力 特别是很懂得会众的心理 他在讲完了布道的信息 呼召人觉知的时候 往往可以令很多人痛哭流涕呀 表示懊悔 愿意信主 所以他所领的布道会 似乎都非常的成功 可是不久 这位牧师就发觉了 这些曾经痛苦流涕的人呢 他们的生命并没有改变 其中有些人甚至在每一次 讲布道会的时候啊 都同样的在那流泪呀 痛哭啊 很明显的 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悔改 后来神就指示他 让他清楚的看见 悔改不是情感的激动 而是意志的一个决定 他所要应该重视的 不再是会中的情感上的反应 而是他们在心思上的转变 那这样呢 他们所做的决定 才是真正的悔改 那刚才说 悔改在希腊文当中是指改变心思 而在希伯来文里头呢 悔改这个词呢 就有回转的含义在里头了 如果我们把两个原文的意思合起来 那就会看见 悔改是做出心思改变的一个决定 然后就回转 那弟兄姊妹 你的决定是什么呢 你是不是虽然认识神 但却仍然走自己的路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以自己的标准去生活 完全没有理会神呢 我们必须要停下来 立定心志 离开死刑 回到神的面前来 不再继续向前走了 不要走自己的路啊 我们要听神的呼唤 回到神这儿来 这才是真正的悔改 好 接着下来啊 我们继续来看看 你看我们都知道的 耶稣基督是最下面的那一块石头 也就是根基下面那个磐石 是我们可以在上面建造的 而希伯来书又特别的提出 六个重要的真理 是我们在建立根基的时候 所必须要具备的 那就是 懊悔死刑 信靠神 洗礼 按手之礼 死人复活 和将来的审判 那刚才我们已经开始了 头一样了 那就是懊悔死刑 接着下来 我们要继续往下看 那我们说 懊悔的基本意思就是 改变心思 或者说是回转吧 这不是情感的激动 那是意志上的一个决定 因此 我们不单是为了自己的罪过 而深感懊悔 我们更是决定 要做一个决定 不再去犯了 我们要改变过来 这是真正的悔改 很多基督徒说 他们相信神 但是呢 却没有真正的悔改 没有真正的改正自己过去的生活 没有回转到神 所以他们的一生呢 都是在信心的道路上 那挣扎挣扎呀 因为圣经的要求是 除非我们是真正的悔改了 否则的话 我们不能有真正的信心 悔改往往是在信心之前的 很多人说啊 只要相信就行了 但这并不是圣经的教训了 耶稣也曾经叫一个死了女儿的父亲 不要怕 只要信 可是 这个人是已经信了耶稣 并且是成为耶稣门徒的了 那其实啊 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啊 头一样他强调的是悔改 然后才是相信 那让我再说一次 先是悔改 然后相信 那圣经当中 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啊 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了 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记载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里头的 浪子分去了父亲的产业之后 就离开家里 到外头去了 尽情的挥霍啊 挥霍到一个地步 直到一贫如洗啊 当时正好那儿闹饥荒 他又没有工作 于是就 被迫替人家去看猪啊 也就是放猪啊 他饿得连猪食啊 那个豆匣啊 他都拿来冲击了 也没有人给他呀 就在这样的一个困境之下 路加福音十五章 十七节记载说了 他醒悟过来 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浪子终于面对现实了 除非我们真正的面对自己实际的情况 否则 神是很难在我们身上动工的 我们必须要正视自己的实际情况 无论是说谎 是懒惰 是嫉妒 又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败坏 我们都要承认 然后 在这样的赤露敞开的情况底下 神才能改变我们 浪子醒悟过来 他看见自己所做的一切了 他了解自己的实际情况了 然后 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了 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说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 这就是浪子的决定 他改变了他的心思 但是这还不够 直到他起来 回转 到父亲那里去 那跟着二十节的说 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那如果浪子只是说 哎呀 我要起来 我要起来 但却没有实际的行动 这就只是一个期望 一个想法而已 但是他的行动 却使他所想的成为事实 这就是回改最完美的图画了 认识自我 面对自己的实况 做出正确的决定 然后复制行动 回转归到神的面前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在下次节目时间 我会继续跟您来思想 回改的题目 最后我再次提醒你 我为了准备了一本小册子 小册子名叫 圣经自修课程 欢迎来新索取 好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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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